由于传出基隆捷运新建工程中 基隆市分摊的经费将从原先的17亿元 暴增到53.86亿元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财政难以负担 而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伟则强调不分党派 市议会愿意担任沟通平台的角色 我们基隆市议会愿意来做 整个中央地方还有市民汇整意见沟通的平台 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共建设 透过不断的冲撞沟通跟这个讨论 一定可以汇整出一个凝聚一个基隆人最需要 其实我想捷运对基隆市的发展来说 它不只是一条交通运输的一个动线而已 它会对基隆市未来的城市发展 北北桃未来串联的生活圈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 那我想整个TOD大众运输导向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透过运输的狼带 然后来开发公共设施等等 人行步行环境 我们基隆非常重要的邮轮也即将进来 未来我们一定要进入市中心串联 整个北北桃的生活圈 这对基隆未来的开发非常的重要 那我想也是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的一个契机 以及重化 那我想我们当然我们大众运输 有非常多的沟通跟讨论 那经费其实我建议基隆市政府 可以在我们的狼带开发需求 公共土地的用地等等一些做规模性的讨论统整之后 再跟中央做更细部的沟通会更有效率的来完成 这一次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我想环品已经通过在第一阶段 我们接下来有很多的步骤还要再进行讨论 我想经费我们立委 跟中央也都会有在努力争取中 然后我们也可以来做沟通 那希望市府提出更具体的方案 那也跟中央讨论 那我想这是基隆人引颈期盼最接近捷运的一次 务必一定要努力完成 同志伟建议市政府优先厘清基隆的需求 并且提出捷运狼带愿景 评估捷运沿线的发展效益 在既有的市政预算和市政方针上 提出有效的整并和调整 相信可以跟中央进行更聚焦 更细部且更有效率的讨论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